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南方冬天的时候,有腌辣鱼的习惯 炒的时候,喷些白酒和香醋,然后加水红烧一会儿 厚厚的鱼肉,加上香辣和青蒜的味道,吃起真过瘾 前些时候,跟风做酱油肉的时候,顺便做了些酱油鱼 今天,就做个红烧酱油鱼 味道还真有点烧辣鱼的味道 让我们开始做吧 腌的酱油鱼比较硬,先用水浸泡一个小时 浸泡鱼的时候,准备些辅料 一小块生姜 切片 装入盘中,备用 几个大蒜瓣 用刀拍拍,这样容易去皮 然后切成小块 装入盘中,备用 一根青蒜苗 切成小段 装入盘中,备用 几个小干红辣椒 切成小块 切成小块 装入盘中,备用 等于浸泡软后,取出,洗干净 将水分 将水分擦干 然后,切成两公分间方的块 装入盘中,备用 这就是做红烧酱油鱼的所有食材 准备就绪 准备就绪,现在就开始炒菜了 把锅烧热,倒入一大勺油 烧至五成热 下入姜片 翻炒几下 把鱼块倒入锅中 翻炒 把鱼表面的水汽炒干 将鱼两面都煎一煎 加一勺白酒,去鱼腥味 继续翻炒 接着,再喷一些香醋 进一步去鱼腥味 同时,使鱼肉更酥软 然后,加入蒜片和干辣椒段 炒出蒜香味后 和鱼一起炒 再加入一小勺生抽 调味,上色 略炒片刻,加入适量的水 用中小火,焖一会儿 用中小火,焖一会儿 翻炒均匀 大火收汁 就可以出锅成盘了 一道简简单单 但又很美味的红烧酱油鱼 就做好了 看看这颜色 再尝尝 还真不错 因为是腌过的鱼 非常有嚼头 凉了以后 也非常好吃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留言 转发和订阅支持 点击进入本频道 可以看到 我的其他美食视频 谢谢收看 下集见 下集见